在这一个章节 我们要来学习跟三角形的角度有关的性质 首先我们来看看 直角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合是180度 我们怎么证明直角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合是180度呢 首先我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三个内角我分别标识成脚一 脚二 还有脚三 而脚三就是直角所在的位置 那现在我在制作一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 但是我把它涂成红色的 再来我把这个红色的直角三角形旋转一下 和原来黑色的直角三角形重叠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形成了一个长方形 那我们从前学过长方形有关的特质 长方形它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也就是说长方形的四个角都是90度 因此这一个长方形 因此这一个长方形它四个内角加起来就是90度乘以4等于360度 那这一个长方形它又是由两个一模一样的直角三角形组合成的 所以我把360度平分成两份 我就可以得到每一份直角三角形 它的内角合就是180度 那除了这个性质之外 我们还可以得到直角三角形的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看红色直角三角形的角二 跟黑色直角三角形的角二 是一模一样大的 因为我们刚刚又把它们叠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们两个是一样大的 那角一加上角二的度数 又刚好形成了这一个长方形它的一个角 也就是一个直角 也就是说角一加上角二加上角二会等于90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直角三角形的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在直角三角形中 直角以外的另外两个角 这个直角三角形它的直角在角三这边 那另外两个角就是角一和角二 另外另外两个角的合加起来也会是90度 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两个跟直角三角形的角有关的特质 第一个就是直角三角形它的内角合都是180度 而直角三角三角形中 直角以外的另外两个角的合 直角以外的另外两个角的合都会是90度